周迅是娱乐圈中实力与颜值并存的女星 其饰演的多个角色都被称为经典之作 而且周迅的脸是时尚与古典并存的 传说中的可言可甜 还捎带着那么一点妩媚 红高粱中的九儿 和俊杰少爷的青涩恋情 以及和于战傲的纠缠不清的恋情 赚足了观众们的泪点 画皮里面的小微也是昧到了骨子里 高晓松在聊到周迅的时候 称她是最好的女演员 可见高晓松对周迅的演技是极为认可的 而黄磊在提到周迅的演技时 他称她是一位精灵 因为周迅的表演很有灵性 不管是对戏还是对角色 或是对整个故事都特别有灵气神 周迅凭借自己的实力 把影后的奖项拿了个大满贯 虽然周迅的事业发展非常成功 但是他的感情则比较坎坷 周迅的一生中有过好几段的感情 他路过了豆棚 朴树等文艺才子 也与王硕 李亚鹏痴练过 但最后都以分手而告终 直到高盛远出现 周迅勇猛地冲进了婚姻殿堂 阿雅曾经问他 你那个时候结婚会不会有一丝的犹豫说 就这样就定下来了吗 周迅笑道 没有啊 犹豫就不会结了 就这样就定下来了吗 没有 没有 你看他包括现在看的眼神都多坚定啊 对 犹豫就不会结了嘛 可是也有人说结婚是一种冲动嘛 所以有的时候说想太多 反而就结不成 只可惜周迅在和高盛远结婚六年后就离婚了 两人结婚多年 他们一直互相尊重 没有任何八卦 多年来 周迅和他的丈夫一直忙于他们的事业 并不关心继承家庭传统的想法 现实中如果婚后迟迟不生孩子 那是必然躲不过七大姑八大姨的碎嘴 身体不行啊 生不出来啊等等 因此也有很多网友猜测 周迅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要孩子 难道是周迅的身体不好 以至于无法有孩子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 生孩子需要花费的时间确实是巨大的 也影响自己的工作 周迅也终于解释自己的决定 因为自己需要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 当然他与丈夫也是有商量过的 但两人都一致认为生孩子需要负的责任非常的大 都没有做好开始做父母的准备 因此才迟迟没有生孩子 这不由得让人感慨娱乐圈做父母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 要考虑非常多因素 当红小花选择结婚生子后就开始沉寂 当他再次复出时 娱乐圈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 这时他就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 周迅在结婚以来 他在演艺圈都自始至终很火 除了街拍电影和电视剧 还有参加综艺 如果有了孩子这些工作计划就会被打断 对于这一阶段缺少有活力照顾孩子的两人来说 生了以后如果忙于工作 对孩子疏忽 无疑也是逃避责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周迅结婚六年没有孩子 并不是像网上所说的无法生育 只是他觉得当下他没法对一个生命负责才没有孩子 网友也纷纷直呼 总算真相大白了 虽然周迅和高盛远的婚姻是失败的 但也是成功的 他们的确有过一段羡煞旁人的安爱时光 尽管美好是短暂的 却因为有过而觉得满足 爱情美好 变化 向往 美好 变化 向往 对 控制不了的 这个你没办法控制 就跟人生一样 你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你只有在过程当中 珍惜和面对